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是肖恩马里昂的新秀赛季 在太阳对火箭的一场比赛里 马里昂拿到基德跳下来的球之后 直接就奔向篮筐 跳起来准备爆扣的时候才发现是自己家的篮筐 然后直接把球丢了 队友一脸猛逼 科比曾经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在一场胡人对阵黄蜂的比赛当中 黄蜂在落后20分的情况下反超了比分 最后是克领先胡人2分 比赛叫了暂停 回来之后胡人选择在自己的半场边线发球 搞笑的是 黄蜂拳员居然也在胡人半场 导致科比一个加速 一马平川爆扣锁定了胜局 慢镜头回放的时候 发现科比越位了 但是篮球比赛好像并没有越位这个说法 当然 说到梦游 最经典的要数今年季后赛的JR史密斯了 总决赛第一场的最后时刻 乔治希尔第一把命中 勇士和骑士平手 第二把没有命中 JR积极地抢到了篮板 但是这个时候JR灵魂出窍了 他既没有选择投篮 也没有把球传给了布朗詹姆斯 而是把球运到了三分线外 然后 然后比赛就进入了加时 那一瞬间JR以为领先一分 只留下了三寻老汉一脸猛逼 2个月很明硬 2个月很明显 2个月很明显 1个月1本 2个月1日 3号 2个月1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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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